表彰司法上債權的存在 並得聚以請求 並得聚以強制執行的公文書 這個就叫做執行名義 表彰司法上債權的存在 並得聚以強制執行的公文書 這個公文書我們就常叫執行名義 那為什麼要執行名義呢 為什麼要執行名義 什麼叫執行名義 執行名義 它是一個公文書 它的功能在於什麼 執行法案怎麼樣 只要看到公文書 它就幫你強制執行 至於公文書上面的請求權是不是真的存在 它不管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經過三級三勝 你才拿到這一張執行名義 所以上面的 上面的債權原上是會被推定為是存在的 它拿到之後就幫你強制執行 所以它是為了迅速滿足債權人的債權 迅速使債權人的債權能夠獲得實現 而什麼 而做的制度規定 那這個公文書 這執行名義在類型上面 這你就要背起來 這是我們強制執行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那個執行名義 執行名義 那執行名義有哪一些呢 我們先請 好了嗎 一個一個來好了 你寫上去 第一個 第一個叫什麼 第一個叫做確定的終局判決 確定的終局判決 確定的終局判決 你要特別注意 每一張執行民意 他 什麼時候可以拿到 你要特別知道 這樣你看強制寫言 governments 你就知道說 那個題目出來 你就知道說 什麼十點 這個已經可以當執行orial 那請問大家 確定的終局判決 什麼能拿到 什麼時候可以拿到 終局判決 是可以終結這個省級的判決 可以嗎 然後確定的 就代表這事情到時為止 沒有什麼在救濟的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要再救濟的問題 什麼時候 不行 民宿又掛掉了是不是 什么时候拿到 什么时候拿到确定的状态判决 同学说跑完所有的省级 一般就三级三省 俗称叫定宴 就是穷尽了所有的救济途径 穷尽就是三级三省 三级三省 另外一种情形是上诉期间居满 第一省判决下来之后 民事诉讼上诉期间几天 民事法暴落的感觉是不是 看你听公法好像都还经济有味 民事法一整个暴落 一般民事诉讼上诉期间是20天 那只要20天内 第一省判决下来你没有上诉 或者20天内第二省判决下来没有上诉的话 那上诉期间就什么 就戒满 就戒满 所以一般而言 我们以三级三省为例 我们在第几省会拿到胜诉的确定判决 第一个在第一省 判决下来上诉期间戒满 我就拿到确定判决 第二个在第二省 可以吗 上诉期间戒满 然后第三个 这边 这边没有上诉期间戒满 这边什么 就是三省定业 可以吗 上诉期间三省定业 好 这第一个 确定的终局判决 确定的终局判决 那你请同学注记上一件东西 确定的终局判决是本国法院的判决 本国法院的判决 这没有问题 一个问题是 那外国法院的判决呢 美国的可不可以 日本的可不可以 外国法院的判决 可不可以当执行民意 这第二个问题 外国法院的判决 可不可以当执行民意 外国法院的判决 可不可以当执行民意 好 那外国法院的判决 外国法院的判决 好吗 外国法院的判决 可不可以当执行民意呢 可以还不可以 你觉得可以像我国法院一样吗 哪一个日本的就来执行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直接 你先回答 可不可以直接 不行 如果是德国的确定判决 那诉讼程序比我们棒 人权保障 你愿别我们做大 而且是祭受母国 可不可以 不行 日本也不行 美国呢 不行 你不把川普放在眼里 是不是 为什么不行 原因很简单 因为外国的诉讼制度 和我国的诉讼制度 未必相同 所以外国的确定判决 你说 好 你说你拿 你拿法治比我们先进的 德国 法国 日本 美国 那名话说 万一他拿的是伊索皮亚的 伊索皮亚的确定判决 那个是怎么确定的都不知道 你知道 那搞不好那个确定判决 是什么 酋长盖下去说这个叫确定 然后呢 投出去 怎样 把女的丢到水里面 然后用石头砸死 所以 我们有一道把关的极致 不是一定可以 也不是一定不行 这道把关的极致 在强制执行法第四之一 来打开四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法院 怎么对于外国的确定判决去做 去做把关 好 来 四之一 请同学背一下 这个强制执行四等有考过 来 开始 依外国法院确定判决 申请强制执行者 以开判决 来 我要这句话 无民事诉讼法第402条 无民事诉讼法402条 各款情形之一 写一个一 并经中华民国法院以判决宣誓许可 来 以判决宣誓许可 写一个二 经中华民国法院以判决宣誓许可 其强制执行者违宪 得为强制执行 得为强制执行 所以外国法院的判决 法院 法院他要怎么样 法院他要做两件事情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要 来 这个要背 没有民事诉 没有民事诉402条 没有民事诉第402条 然后呢 经判决宣誓许可 经判决宣誓许可 重点在第一句话 没有存在民事诉讼法402条 因为民事诉讼法402条 它是一个把关的机制 外国法院如果违反民事诉402的话 我们就不准它执行 没有的话 我们就先去它的许可 许可 好 那重点是 这下 无民事诉402 来 看民事诉402 好了吗 好 来 402条第一项 民事诉讼法402条第一项 外国的确定判决由夏令根管 请你制计者不承认其效力 答案你先帮我写下去 不承认其效力 画起来然后写上去 不宣誓许可 强制执行 不得宣誓许可 强制执行 再讲一次 你把不承认其效力画起来 不承认其效力 那在强制执行 反正对应出来就是 不得宣誓许可 强制执行 可以吗 不得宣誓许可 强制执行 好 那一般同学 有背识之一 但是都不背识理二 民事诉理二 你要背起来 因为这个题目是结合在一起的 生论式题目 不承认其效力 不得许可强制执行 不得宣誓许可强制执行 好吗 好 来 请上去第一个 外国法院 依中华民国法律 来 这样好了 我先带你看过去 我再帮你做助期 来 第一个 依中华民国法律 来 注意哦 歪国法院圈一个字 无什么 无管下去 二 败诉的被告 未因素 来 败诉 被告 画起来 再画未因素 但开始诉讼的通知